Hey What's up 大家好 我是Vivian 欢迎收看Vivian Show 那其实一直都有朋友问我说 你们民航机上为什么从来不配降落伞 只有救生衣呢 那Vivian并不专业啊 今天就以乘务员的身份 结合一些培训的经验 来试着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呢90%以上的事故 大都是在起飞或者降落的时候发生的 那不管是起飞还是降落 你这个飞行高度 都没有达到使用降落伞的安全高度 就是说大部分发生意外的时候 飞机太低了 好 那我们来说说剩下那10% 也就是说我们假设这个事故 不是在起飞跟降落的时候发生的 那飞机在行驶时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 一般是恶劣天际 也就是说雷雨 强风等等 那么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 使用降落伞的安全高度是4500公尺 但飞机的平均巡航高度 一般都在1万公尺以上 温度大约在-60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跳伞 你需要氧气安全服 飞行帽等等一系列的设备 才能在空气中存活 所以跳伞是很不现实的 当然有人会问 那为什么不给飞机上都配备上这些设备呢 那咱们假设一下 假如一架787客机 携带了300名乘客 每个乘客跳伞 花费10秒计算 300个人就需要50分钟 假设4个舱门 我们同时使用 你这样也至少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 可是大家知道 在飞机真正发生事故的时候 我们是完全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准备的 那除此之外呢 成本跟飞机能搭载的一个重量 也是一个考虑因素 大家想想那个机票会贵多少呢 而且每个降落伞和需要的氧气带 飞行服等等那些东西该如何收纳 同时收纳这些东西的重量 民航客机也是承担不起的 好那除了这些客观层面呢 我们可以再从技术方面讲一下 跳伞难吗 答案是难非常非常难 首先最直观的一个问题 就是跳伞它对专业技术的要求是很高的 一般情况下 独自跳伞者在跳伞之前呢 必须接受一个4到5个小时的高强度 培训学习 包括在空中的身体姿势 那登记前 我们给所有的乘客去培训4个小时 这个是不现实的 那如果是乘客自己去阅读这个跳伞指南 他怎么可能在这么紧急危险的情况下 熟悉这么复杂的一个流程呢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 民航的客机行驶中气压非常非常低 一旦你打开舱门 客机内外的压力差就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 这种巨大的力量足以把人卷出舱门 即使勉强的出的舱门 还会面临到撞到机翼之类的重大危险 不过大家不要担心民航客机 它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交通工具 那么一般新闻报道中的客机失事事件 在每一年巨大的航班量中 它是一个极其极其的个例 其实在乘机的时候 Vivian建议大家多去读安全须知卡 遇到危险的时候 听从乘务组的安排 因为我们经过了非常严格的培训 在同一架飞机上自我保护非常恰当的乘客 他其实是有生还的希望的 好 就说这么多吧 祝我们每个人祈乐平安 乘机愉快 拜拜